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什么垃圾 走起来挺舒服 那你先上这个 OK吧 没想到第一个就这么刺激 传说中的火山排骨 比蛇丸还大只 排骨软嫩 轻轻一拨就骨肉分离 没有骚味 有独特的香辣汤汁 边吃边喷汗 视觉效果很强 没什么缺点 推荐大家来 不好意思 请问可以拍照吗 可以啊 原来不是要跟蛇丸拍 是要拍排骨 吃完第一次输给的食物 这个排骨 阿姨要不要拿一块去吃 因为太大份了 吃不完 吃了半小时终于努力完食了 有够大份 啊 酸酸辣辣好过瘾 接着我们搭配整颗椰子爽喝 椰子汁鲜甜顺乳 有高营养价值 而予为天然的运动饮料 重点是旁边的果肉可以刮来吃 吃完爱不释手 几乎每天都吃一颗 把果肉刮得干干净净 啊 好吃又好玩 太式香蕉煎饼 煎饼皮上铺上切片的香蕉片跟蛋液 折好煎至金黄 一口咬下去 外皮又焦又脆 但内线又有QQ的口感 啊 多层式的炸裂 满满的煉乳跟糖 虽然最饿 但这美味度 吸收这些热量很值得 鱿鱼蛋 原来鱿鱼还有直接卖蛋的喔 我点了一盒 老板直接翻炒一整锅 加热 然后再盛一份给我 我觉得这操作有点妙啊 那一百个人来跟他买 这个鱿鱼蛋就加热了一百次 鱿鱼蛋吃起来软Q 但我还是喜欢吃有嚼劲的鱿鱼 然后他有点腥味 不太喜欢 这有腥味对不对 有点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目前的体验都还不错 新奇 虽然都是没吃过的味道 但都能接受 泰国人的手艺真好 耶 师傅离开之前 说要请我们吃这个OK吧成哥 喔 怎么回事啊 这是蛋白质大餐 洋葱 别害怕 榨虫是在泰国 这很普遍的小吃喔 真的假的 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超多人围观的 里面很稀奇好不好 这虫里面有竹虫 蟋蟀 蟑蟹 蟹子 那个蟋蟀超像蟑螂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蟑螂 差点崩溃 吃下虫子时 我感觉内脏在口中爆开 脚上的嘘嘘也有触感 我吃起来就是内脏的味道 脆脆的 没啥调味 吃的时候 脑中不断浮现虫的完整模样 现在就在我嘴里 所以我gap到这料理的客群在哪里 然后有人突然打翻虫子 你们嘴巴就是吃虫 到底在怕什么 可恶 师傅竟然挑这种东西给我们吃 我要找别人更狠 鳄鱼 我来挑战吧 小哥 你觉得哪个部位最推荐呢 这 看起来最恶心的 三百台珠 OK 他放着烤了很久 这样刷的有够厚 等待了20分钟内夜市很多人 但完全没有客人来买 我心中越来越忐忑 拿到料理后 拿去给环导帮品尝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来 请大家吃鱷鱼手掌 我一拿出来一口烧味 齐哥竟然不顾镜头在拍 直接跑了 他说他一阵反胃 刚吃一堆虫都没跑 这个鱷鱼竟然把他吓跑 这是什么狠饺子 我品尝了一口 史上最野的味道 一烧到靠北 真的从挥之不去 超烧 超新 我吐了 我觉得刚刚的虫比较好吃 自从吃完这个鱷鱼肉后 我们吃什么都有稍微的阴影 齐哥战役全尸 他只是闻到味道 晚上直接没胃口 刚刚买的酱烤美味肉串 他直接没食欲 闭上眼睛硬吞完 我实在想不出 谁会喜欢吃这种味道 这才是真正的狗都不吃饭 后来我去查 很多鱷鱼料理的形容 是没有这种野味的 结论就是这间做得太烂了 是不是完全没处理 直接拿来烤啊 泰国特色名店 接下来我们来拜访一些 真的有名气的餐厅 妈妈面 这是一间排队排到翻的曼谷美食 一大碗铁盆 装着酸辣海鲜 里面要什么料 有什么料 湯头浓郁 带有一点野奶味 食材也都很入味 推荐记得必点 炸猪肉三层肉 那个皮真低脆 没有猪腥味 搭配泰式酸辣酱 又罪饿又满足 有怕吃的声音耶 吃的满身汗 但不会觉得腻 舒服 完食 芒果饭 听说泰国人会吃一种奇异搭配 芒果加糯米饭 太悬了 我立刻点了一碗 首先放上一头糯米 炒上香料 切成方块的鲜甜芒果 炒上椰浆 芒果本身就很甜了 糯米超Q超黏 本来觉得咸加甜会很快 结果吃进去 妈呀 完美融合 小月待尽 味觉心饗宴 送 这是我本趟最惊艳的食物 芒果椰浆饭 散啦 野奶炭 这是一种古老的泰式甜食 原料是糖 面和野奶 上面可以搭配很多东西 例如椰丝 芋头 芝麻 紫薯年糕 那边抹茶 绿色的是加了香兰叶汁 不是抹茶 这个是加了芝麻的 这应该是紫薯吧 这个什么都没放的不知道是什么 吃起来松软带甜不会很腻 推荐喜欢吃甜食的一定要买野奶炭 烤香蕉粉 感觉有果粉加香蕉的饼 配上甜酱 就饼闻起来臭臭的 但配泰式甜酱挺搭的 它本身有个香蕉的味道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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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猪肉糯米和饭 来泰国吃几餐后发现 泰国人很爱把猪的各部位拿去炸 我找到一摊整摊都是炸猪系列的便当店 我点了综合便当 里面有泰北香肠 炸排骨 炸外鸡肉 炸五花 配上一坨超Q的糯米 这米配上肉真是绝配 希望台湾也能吃到这么Q的米啊 这个炸猪肉 腌制入味 肉质坍牙 软糯又紧实 跟糯米简直是神仙级搭配 泰国东北香肠 来到泰国后 常常看到一种圆圆的丸子很吸引我 原来这是香肠 它是将蒸熟的糯米 猪绞肉 跟大蒜一起搅碎后 包进肠衣后 静置室温 发酵后再火烤 泰国人真的很爱吃糯米啊 嗯 好酸喔 我们都觉得不太合口味 没有很扎实 酸酸的不习惯 但拿来开开胃还可以 我还是喜欢台式香肠那种 很厚实浓郁的劲 泰国的食物 卫生吗 这趟吃了这么多东西 再来泰国前 听大家说 在泰国要注意可能会烙塞 但是在泰国吃一堆虫 鳄鱼的我们倒是完全没事 全员safe 可能因为我们都没吃生食吧 像是那个弹跳虾 我们就没有人敢尝试 泰国体验真的比想象中干净 美味 好想定期来这边尝美食啊 在倒数第二天时 舍完拍金头脑片 惩罚是辣酱 我们直接辣上加辣 耶 你认真 隔天准备出境过海关的时候 排队排了好一阵子 突然 肚子好痛 怎么回事 一定是昨天的辣酱 我都排队排到这边了 后面一堆人 我一定要排完再去上厕所 前面有12个人 还关超级久 一个人至少弄了一分钟 也就是说我还得忍12分钟 快死了 我一直深呼吸吐气 我敢说那段时间 是我2024年感觉醉酒的一刻 大便君一度靠近洞口 我不断施力挤压 将他刺激回去 天堂啊 结果泰国食物没有让我拉肚子 是12晚 让我拉肚子 距离登机还有一小时半 大完便后 我们找个咖啡厅 惬意的坐下来 像我们这种玩飞机的 做事就是不吉不许 优雅的度过 在泰国的最后一段时光吧 时间 一个半小时后 那么 现在走过去五分钟 刚好开始登机 忠哥 你看那个箭头是什么意思 又搭接摩车 什么 我错过时间了 快跑啊 不然飞机要起飞了 可可可可 这边这边往这边 抱歉抱歉抱歉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哪一班 好厉害喔 到了最后一刻还在耍脸 不愧是环岛吧 调皮了吗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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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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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一趟我每天吃飽飽 一天吃午餐 體重出國前是62.6 回台灣直接胖5公斤 太扯了 旅行的代價 但接下來一週 我吃水煮參加運動 再加上溫差太大 我直接感冒 泰國35度 回台灣15度 相差20度 我發燒躺了三天 兩週後體重就掉回62了 真不知算幸運還不幸 可樂冰 將冷凍可樂再加入碎冰中 變成可樂冰煞的 很消暑 稀釋後又不會太甜 真是滑招百出啊 因為我本來就不喜歡太甜 所以我覺得剛剛好 然後,請見到你 因為我本來就能看到 我本來就能打破 開眼鏡